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社交APP设计的课程 这一节是我们最后一节课程 然后在这节课程里面 我会带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从第一节课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全部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过程 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在整个项目的过程里面 主要经过了哪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视觉重构的部分 那在视觉重构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于产品原型 或者说我们拿到手上的一个交互的那个稿子 我们要进行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和排布 那在这个视觉重构的基础之上 我们开始进入了主界面导航的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设计 然后陆续去完成一级界面二级界面 中间穿插了一些创意loading和引导页的设计 那我们整套设计完成之后 对整体的一套设计的重新的进行了一次调整和优化 包括图标的一个美化 也包括整个界面的一个色彩的一个调整 那这是我在平常工作当中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首先去完成这个整体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再去把细节做好 那因为我们平常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特别是在国内工作呢 时间方面压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如果你一开始呢就陷入到细节里面 你后面的时间啊各方面可能就会很被动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每一课的过程中啊 我们所最后能够看到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第一节课呢 我们是守会了一个我们一个界面的一个重会稿 然后呢我们呃后面一节课呢 呃就开始了进行了一个第一个界面的一个啊初步的一个设计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下呃 不同的手机呃尺寸 然后以及我们设计稿一般用什么样的尺寸开始比较好 然后再往后呢 啊我们去根据这个圆形 我们设计了一下发现的这个这个界面 然后再往后我们呢又去继续的把我的个人资料的界面完成 啊然后往后呢就主要是一些界面的一些量产的工作 呃等到第八节课的时候 我们也看了不少优秀的这些loading的图标 那也也有一些呢这种我们要引以为鉴的就不要去参考的这种啊非常死板的这种或者说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这种图标 那我们最终呢也是自己完成了一个啊就是呃稍微有一点意思的这么一个loading的一个图标 那再往后我们啊继续把界面呃持续的完善啊到最后呢我们在这个第13节课课时的时候呢 我们把整个这个app重新啊重新设计了一种样式 那这这套样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和我们之前的这个样式是不同的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还是需要强调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不必呃执着于这些细节 你看我们其实呢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啊这些细节可以一点点的再去完善 那我们其实去画这些细节呢我们只要花时间呢还是很快能够出来结果的 但是呢我们整体的大的这个大的一个结构啊大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个一个视觉流程呢 这个设计呢还是比较呃需要反复去推敲的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希望能把这个我这边的比较好的一个工作流程呢传授给大家啊 那最后呢我们在完成这个设计稿的时候呢通常呢可以放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手机的屏幕里面去看一下它在真机上的一个视觉感受是怎么样的 那我在最后最后一节课的文件夹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模板 那到时候呢大家制作完一个设计稿之后呢也可以放进去大家自己试一试 那接下来呢就是讲一下啊我们这个课题的一个练习啊 大家任选期去完成就可以了 第一个呢就是根据我啊在这里面给大家提供的这个 这个产品原型稿啊比较粗糙的这个产品原型稿 那大家呢根据这个产品原型呢去完成一个练习稿 但是这个练习稿呢就要注意了啊不要呢跟我现在这个视频里一模一样 那需要有你自己的对于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理解 那你可能你选取的颜色不一定是黄色你可能是橙色啊 也有可能是红色可能是绿色那这个东西呢你要有自己的一个认知和理解 然后呢重新再加工一套呃你自己的high chat 那呃或者呢你去呃设计一款熟人社交的APP 像微信这样的呃呃包括whatsapp 然后e信这类都是属于熟人社交的那熟人社交的这种产品呢 可能就会更加成熟沉稳啊商务一点 那这个风格呢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些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那如果你更喜欢呃更加轻松活跃的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去设计一款泛社交类的APP 那就好像手机QQ啊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这都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你想标新立异设计一些呃比较不一样的呢 我在这个文件夹里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呃一个产品原型 这个产品原型呢是一个匿名社交的一个APP 而有些功能呢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以这款产品原型呃来设计一款你们的一个练习 那呃等到我这边的课程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呢 可能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个练习的一个作品 等到那个时候呢我会挑选一些大家的练习来进行一些呃讲解 或者说回答大家在这个设计过程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这套社交APP的设计的这套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朋友们